布丁和曲奇你们一定都爱吃 今天教大家做一款布丁和曲奇的结合体 德式菠萝布丁塔 我们在碗中先倒入室温软化好的黄油 一定是要软化到这种膏状 然后加入糖粉 用压拌的方式将它们混合均匀 接下来我们在拌匀的黄油中加入蛋液 使用橡皮刮刀将黄油和蛋液混拌均匀 加入过筛的低筋面粉 杏仁粉 还有奶粉 然后继续用橡皮刮刀将它们翻拌到没有明显的颗粒后 直接戴手套用手将它们继续抓拌均匀 我们将面团抓拌至均匀并且表面光滑后 把面团分成40克每个 将面团分割好后用这种纸杯 把分好的面团塞到纸杯里面去做成塔壳 我们将塔皮均匀的按压在纸杯蛋糕的边上 然后切掉塔壳边上多余的部分 最后在塔壳里面装入新鲜的菠萝 放置一旁备用 然后我们制作布丁液 在碗中加入淡奶油炼乳还有两个蛋黄 用蛋抽将它们混拌均匀 为了让布丁更细腻我们给它过个筛 然后将做好的布丁液倒入塔壳中 放入烤箱烘烤30分钟 进行了30分钟的烘烤后 我们取出烤盘给布丁塔放凉 布丁塔冷透后轻轻的取下纸杯 酸甜软嫩的菠萝布丁塔就制作完成了 就是这样的评论